去年10月4日 蒂勒森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称自己从未考虑辞职 并说道 我有总统任命 只要总统觉得我有异于实践他的目标 我就会继续待在这里 特朗普在当日被媒体问及 是否会让蒂勒森留任时 其也只是含糊其词地说 他在这儿 蒂勒森在这儿 然而 还没半年 蒂勒森还是被特朗普炒鱿鱼了 据海外王3月13日援引据 《华盛顿邮报》报道 白宫官员在当地时间13日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除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 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任 事实上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中 蒂勒森的已经遭到边缘化 他与特朗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过争执 如伊朗核协议与朝鲜的对抗 以及阿拉伯国家盟友的冲突等 总之 特朗普与蒂勒森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爆发是迟早的事情 特朗普促使蒂勒森离职早有具象可循 去年12月初美媒就爆料称 白宫已制定一项迫使蒂勒森 未来几周内离职的计划 与此同时 纽约时报也报道 一位匿名的官员除透露蒂勒森 将被中情局局长取代的消息外 还表示中情局局长即将空缺的职位 有望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来担任 如今蒂勒森被中情局局长取代 也证实了该消息的真实性 特朗普与蒂勒森不合早已是人尽皆知 曾是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的蒂勒森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多过的并不轻松 与特朗普共是把他弄得焦头烂额 在诸多问题上蒂勒森和特朗普似乎永远无法合拍 往往相互打脸 而蒂勒森一直帮助他原厂 但经常功亏一篑 例如 在去年9月份蒂勒森访华时 向媒体表示美国与朝鲜就办到问题 一直保持着联系 但是第二天 特朗普就忍不住发推特了 说道 我也告诉蒂勒森我们伟大的国务卿 试图谈判是在浪费他的时间 结果是蒂勒森很尴尬 特朗普是不是想再兼职国务卿 蒂勒森虽是国务卿 却是决策圈的外层人物 蒂勒森在诸多政策中表现得较为保守 是一位中性务实的国务卿 比如蒂勒森主张全球化 维持伊核协议 加强对盟友的安全承诺 然而他的这一系列主张与特朗普严重冲突 蒂勒森当上国务卿 不过是特朗普同各方势力的妥协 特朗普可不怎么喜欢这个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老头 此外 蒂勒森在特朗普竞选过程中并没有出过多少力 所以特朗普很排斥他 因此蒂勒森常常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层之外 造成美国对外政策的自相矛盾 总体上看 蒂勒森传承的是美国传统的政治理念 要努力维护二战后构建的国际秩序 特朗普则不同 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是一个现存秩序的破坏者 诸多执政理念与美国传统格格不入 或许这也是他能够当上美国总统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 两个人代表的是美国社会的两个方面 充满矛盾 却不知道如何化解 特朗普做事大大咧咧 形势高调 喜欢用推特发声 而蒂勒森保守 稳重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 注定政府步调难以协调 只是包不住火的 上任一时 特朗普就遭遇通俄门 该事件严重冲击了特朗普团队 造成多人离职 可以说 特朗普政府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象 总统形势不羁 团队丑闻频出 如今 蒂勒森一派离场 新上任的蓬佩奥能否胜任该直不得而知 因为美国面临诸多的外交问题 如朝核问题 伊核问题 恐怖主义等急需解决 就目前而言 新任国务卿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是即将在5月前举行的美朝谈判 做好了可以加分 做不好下场就很难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